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国际单位字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嘛 就SI字 可是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错误的观念 来我们看哦 这个SI字啊 是在科学界使用的单位字嘛 那它早在1960就制定好了 由国际度量省单位来制定的嘛 那一直在修正 那它为什么简称SI呢 是因为它的缩写嘛 来这是英文的缩写 来我用我的破英文念一下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 那为什么不叫IS字呢 那是因为国际度量的大会是在法国召开的 所以它的原文是一个法文 长这样 你看就叫SI嘛 第一个字啊 你知道法文跟英文是有点像的 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法文 来我们请Google小姐帮我们念一下哦 System International d'Unité 哦你看 法文很好听对不对 但是好难念哦 来 那我们来看什么叫SI字哦 一定要背手 有七个 那我相信你也背过 也忘记过 我们再背一次 长度用公尺 质量用公斤 时间用秒 电流用安培 那温度不是用度C 而是用K 那物质的量叫物量 就是用化学讲的摩尔 摩尔 那光强度比较少见 高中已经删掉了 所以没有弹到 那就要足光CD 那通常哦 我们用这种表 其实不好背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图形来表示 图长这样 你看着办哪 看哪个你觉得好用哦 那这七个单位 真的要背手 它太常好了 那我相信啊 这三个跟这一个 这四个呢 你都不会忘记 为什么 太常用了 但是唯独有一个东西 你常会搞混哦 哪一个你知道吗 这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店的单位 常用的有三个 都一样常用 你就会搞混嘛 可能是库仑 可能是安培 可能是福特嘛 对不对 你知道这种背送的事情啊 大家天分都很不一样 有的人天生超会背的哦 我们叫背诵达人 那如果你不是啊 来 现在小英老师跟你分享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荒谬故事法 这是一种图像记忆法 你就把自己想背的东西 那用一个很荒谬的故事 给它串起来 那我跟你讲 不管黑猫白猫 只要会抓鱼的猫 抓老鼠的猫 就是好猫嘛 所以你这样能够背 事实上OK啊 对不对 那现在我就利用这个电流的SI字啊 这个不好背的 常会忘记的东西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怎么用荒谬故事的法 那你想象一下 有一个画面 有一个电灯泡 自己帮自己插电 插电对不对 那插电之后 什么就流过它 电流嘛 然后就发光跟发热嘛 所以你看哦 电灯自己插电 电流流过自己之后 就产生光跟热嘛 那以后当你忘记 SI字是用电流 还是电压 还是电荷的时候 你的脑海就散出这个画面 就会记起来 哦 原来是电流 这个叫荒谬故事吧 这个很荒谬嘛 但是没关系 只要记得住 荒谬又何妨呢 那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哦 但这只是一种记忆的方法 如果你OK 你都记得很熟 很会记 那就不用这样 好 再来哦 来那 我刚讲说 你们可能会有些误解嘛 以为说SI字就那七个 其实不是 它还有导出单位 甚至有一些 我们认可的单位哦 来看一个图表 你看哦 像这七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基本单位嘛 但同学你看哦 我们在高中学过的这些单位 像赫兹啊 简称赫嘛 牛顿啊 娇尔啊 瓦特啊 库仁啊 瓦特啊 还有欧姆这些 这些也都是SI字的哦 只不过它是导出单位而已 但是哦 有一些单位也是SI字的哦 它认可的 可并用的哦 比如说像地科讲的天文单位 化学讲的原子质量单位 或者是我们物理的电子福特啊 这如果有同学没学过啊 我们后面会教到哦 这个也是可并用的单位哦 好所以各位同学 这些都是SI字的哦 当然最根本还是基本单位嘛 前缀子是用在什么时候 就是如果我们测量子 很大和很小的时候啊 那我们可以用它来扩大和缩小很多倍这样 那前缀子就是这个同学很常见的表哦 这都要背哦 那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背 这个前缀子啊 其实有一个很可爱的图哦 有没有 这是个K对不对 就其实你看 从零次方开始一嘛 往上变大往下变小 那接着我要请你观察一件事 你看哦 我们除了这三个生活中常用的之外 你有发现吗 它都是几的倍数呢 你看这里 这里 哦 都是几的倍数 三的倍数 所以我们从生活中常用的百到千 到六次方叫做 美百万哦 M 九次方叫G 十亿哦 十二次方叫T 它是兆的意思 那十五次方叫P 大P哦 它叫π 就是千兆 那下面这边呢 C是理百分之一 负三是好千分之一 负六叫μ 尾哦 百万分之一 负九叫N 耐 十亿分之一 负十二叫P 小写的P哦 叫P 一兆分之一 那十五次方呢 我们叫F 非 是千兆分之一 来接着我们回来看这个表了哦 这个表哦 务必请同学背下来 那怎么背呢 如果你是那种背诵达人啊 会自己背 那OK 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常会忘记的啊 那现在老师再跟你分享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刚才讲的荒谬故事法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谐音梗 你看哦 从十二到三次方 是不是TGMK TGMK TGMK 诶 你可以念的什么 take a mark take a mark 贴个马克 所以就想象一个很荒谬的画面 对不对 有一个马克杯嘛 马克嘛 那你就给它贴上一个马克啊 那你觉得马克杯里面装咖杯 贴上谁的马克最棒 星巴克嘛 对不对 所以啊 如果以后你忘记这个的时候 你就记得 哦从大到小 出现一个马克杯 贴上一个mark 星巴克的mark 贴个mark 从十二 九 到六 到三次方 那小的这边就比较容易 因为你很熟了 先从M开始 负三次方 到你熟的奈米 N 负九次方 那μ 应该也背过 就负六 剩下一个小P 哦 三六九 就剩十二嘛 所以它就负十二次方 好你看背完了嘛 不过以上这些方法 只是小英老师 大家参考一下 分享一下背法而已 你如果有自己的方法 那更好哦 那我现在用我的方法示范一下哦 刚才不是用takemark来背吗 对不对 十二 九 六 三 takemark 可是最后一个三次方 takemark mark 是第三阶 六次方 take 可是第二阶 九次方嘛 所以一定要背手 因为题目会用 来数量解释是什么 它就是把一个数字啊 用最接近的 十的N次方来表示 那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去做次方的四舍五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等一下我们想要用十的N次方来表示一个数字嘛 那可是我在次方自己也会有四舍五入啊 那我们要进会是不是0.5要进 对不对 进成一嘛 哦 啊0.5不是二分之一 那就更好十的意思 那更好十是不是三年一六 那接着我们来复习一下科学记号哦 科学记号是不是A三十的N次方 有印象吗 那A是介于0到九点九九九九九之间嘛 那这个N次方就是要整数嘛 那我们这个前面的数字啊 是不是可能大于等于三年一六 也可能小于三年一六 那你就把刚才的观念带进来用哦 当我们这个数字是大于等于三年一六的时候 你就要进一位 小于三年一六就不用进一位 这个就是数量级 来我们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较容易懂哦 你看哦 1.2乘以十的五次方 这个1.2是不是小于三年一六 那就不用进一位嘛 保持五次方 那5.8乘以十的五次方 这时候5.8是不是大于三年一六 就要进一位哦 就变成了六次方 哦 这个叫数量级 你再用次方表示就好了 不用管前面的数字 诶那数量级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大或很小的物理量啊 那我只是要大略的估计它的位数 那我们就数量级表示就可以了 来那我们现在接着看例题 例题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现在大考啊 学测指考 或是我们现在的分科啊 很喜欢考的一种提醒 就是导出单位跟基本单位的换算式 那怎么解呢 来同学首先你要有一个表或是图 对不对 这期该记好 那你会忘记嘛 没关系来记得哦 你会忘的是哪一个 电 电赶快图像跑出来 哦 电是电流哦 安培哦 有没有 插电 电流生出来 生出光跟热嘛 来我们先来看A选项 A选项问的是电量对不对 那你就会想说这个电量是跟SI字哪一个有关 电流嘛 那你就会想说我们学过的公式里面啊 有什么是有关电流跟电量的公式 这个哦 可能同学人忘记 但是我们复习一下 就是电流等于电量处于时间嘛 I等于dataQ处于dataT嘛 哦 所以我们的电量dataQ就是I乘以dataT啊 那这个I就是刚才讲的电流啊 T就是刚才讲的时间秒嘛 所以它的基本单位就是电流乘以时间哦 所以是A乘以S哦 所以答案错 接着我们就来看B选项压力哦 首先请同学回想一下压力的公式 你记得压力公式吗 压力P就等于F除以A嘛 有没有 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力有多大嘛 诶可是这个F啊 有在我们这七个基本单位里面吗 没有 那怎么办 继续换 怎么换 F等于谁 MA嘛 那M4啊 A也是啊 为什么 因为M4公斤 那A不就是MS平方吗 那面积呢 公尺平方啊 那当你写出这个之后啊 我们的SI字基本量就知道了 所以它的基本单位啊 就这个式子 那其中M可以下到一次方 所以答案就剩下 公斤除以M 然后乘以秒平方 那对照一下答案 对不对 错嘛 接着我们来看C选项功率 一样哦 请同学复习一下 功率的公式是什么 功率就是单位时间 做多少工嘛 所以这个功率P 就是把做工W除以DataT嘛 有没有 那可是做工是SI字单位了吗 还不是嘛 再换 那做工点有什么 力乘以位移嘛 所以我们换成F乘以D 那继续换哦 因为刚才F换过了MA 哦 所以答案就变成MA乘以D 这属于DataT 那这个M是质量公斤 A是加速度 M除以S平方 D是位移哦 公尺哦 时间是秒 所以我们的SI字呢 就会变成这个式子 哎秒就要变三次方哦 所以答案就变成KG乘以M平方 再除以秒的三次方嘛 来对照题目对不对 哎对 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选项 接着我们来看猪选项动能 哎这就简单了对不对 因为大家耳熟能详吗 动能等于二分之一MV平方 而且它不用换 因为这个M是公斤已经知道了 V是速率 就是M除以S嘛 再平方 所以它的基本单位啊 就是KG乘以M除以S 挂它的平方嘛 来把它乘开 就变公斤乘以M平方 除以秒平方 那我们对照题目一下 对不对 哎错嘛 差一个平方嘛 所以我们来看E选项了哦 E选项是热量 哇这难导一推同学 可是其实它最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算过动能了对不对 那热量也是能量的一种啊 所以它的答案就会跟刚才猪的选项 是一样的答案嘛 所以不用算啦 答案就应该是跟刚一样的 所以E呢也是错的哦 哎我们解完这一题了哦 可是我再补充一下一个观念哦 有些程度比较好的朋友常常会问哦 所以老师我们在算做工的功率啊 是做工处理时间嘛 可是做工不是能量的转换吗 所以做工的单位是跟能量单位一样的啊 那难道我不能用能量处理时间吗 哎当然可以啊 你看哦 我们把刚才猪的答案带进来 再把时间是秒带进来 那我们把他带进来之后 就得到我们SIG的基本单位的表示吧 不是这个吗 运算我们得到它 啊这个不就是刚才的答案吗 所以同学你在使用公式不用怕 你只要正确就好 想到的公式都可以用 想要获得更多升学相关的资讯 欢迎扫描旁边的QR Code 或者是点击下方资讯栏的连接 加入龙腾高中生 教练会提供你最及时的帮助 我们龙腾高中生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